你覺得自己的心理年齡是幾歲呢 我感覺我心理年齡其實跟我本身差不了太多吧 估計就大個一兩歲兩三歲 那很多網友說你有點少年老成 你覺得不同意嗎 就是我自己本身感覺沒有這麼嚴重 可能就是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會有更多角度 自從18歲以後有沒有哪些時刻意識到自己固然成熟 18歲以後其實就是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了解 然後自己去做嘛 所以就是感覺更加有責任感一點 聽說曾經有小朋友這樣很舒服 耐克的心理狀態感 當時的心理狀況還是覺得挺詫異的 就突然就來了一句書准 但是現在感覺20歲被照射的也很正常這樣 作為聯合國的環境屬於金山大使 參加過很多環保活動給你最大的觸動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讓我更加能夠清零 去到這些地方之後更加地對環境有一種保護意識 我們其實很少看見王宇凱生氣 什麼樣的場景都讓你發活 這個就基本上不會讓大家看到 很多網友想說像王宇凱一樣 把彈琴和跳舞這種愛好當作工作的感覺 是一種什麼體驗 你自己覺得是一樣的嗎 其實如果能夠把愛好當作工作 我覺得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在你工作的時候 同時去做你喜歡製作的事情 你面對人生很有種不容易的狀況 你不如何今天自我睡一覺 睡一覺就好了 這個是你的簡潔知道思路的事 對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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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